会针对这个泰国这个部分 会跟立委来做报告吗 那这个论文的部分 也有很多人都好奇说 那您身为指导教授今天也会做回应 谢谢 不讲就是不讲 国安局长陈明同9点的背询 8点55分压下了都还没进委员会 难道是要省这个 今天本来有想过要请假吗 媒体大阵仗追问等着要答案 就连蓝绿立委也寄出假动 因为国安局长到泰国的行程 全被公布到了网路上 立委们也要来讨个交代 国安局这边也有声称 这个当时会泄密是因为泰国海关 使用的是华为的设备 有没有这个事项 我们了解确实他基本上 我们看到他监视器基本上都是华为的 澳洲的国防部长也被整个公布 不要拿别人的例子来讲 我要讲的是一个全面性的 这样是一个全面性的 整个国际社会都讲起来 法国也好我不管 我管中华民国 班处澳洲国防部长当挡箭牌 强调是国际性的问题 这次泰国新被泄露 让掌管国安的陈局长 有了这样的感触 贝利伟虽然不要只会拖别国下水 然后再喊对岸认知作战 尤其这次泰国入境资料被揭露 跟泰国都没有关系吗 泰国刚好跟我们表现什么 跟我们也不好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就怎么点点 现在放好过来 实际上再跟您说明好了 只不能说还是不方便说 这答案陈局长没透露 外界恐怕也很能知道 TVBS新闻 张明和努力雄伟家协生剧小组 台北西方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